好來看到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白紙革命或稱為白紙運動 雖然說是遍地開花但是這個新興之火能否燎原其實還有待關注 只不過已經在資本市場引發了動盪 我們現在看到是這整個抗爭的源頭就是在日前是11月24號的時候 在新疆烏魯木齊這地方已經被封控上百天了 結果一場大火之下 居民來不及逃生無法處理逃生之後官方宣稱有大約10人喪命 但是有一手可能數字更多 但不管如何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3歲 換言之他是生於疫情也死於疫情而且這些人死前100多天都被封在家裡頭 所以引爆了民怨 隔天的當地的很多人就上街抗議了 甚至到11月26號 上海市民的悼念之後也變成是抗爭 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 甚至喊出了共產黨下台 以及習近平下台 那各地的抗議都是舉了白 這個白色的紙白紙抗議 那為什麼是舉這個白紙呢 有一說是在抗議這反放這個大白的防疫人員 又一說可能是源自蘇聯的這個嘲諷笑話 就說沒有言論自由 那再看到是關於這個金融的動盪部分 陸港股都下挫蠻多的 陸股方面的上陣指數下挫 0.75% 以及香港的三大指數都有下挫 超過1%甚至超過2%的跌幅 都是這場對中共政策的一個憂慮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